歼15是在我国自行生产的歼11歼机基础上来开发的 装配有压折叠式的机翼 机尾装有舰尾钩 起落架的强度极高 军事专家分析说 由于歼15是最新研制的 所以它搭载的电子设备应该远远的超越苏33 很有可能安装有源相控阵雷达 在这方面应该达到美国F18的水平 而据加拿大相关媒体报道 歼15采用了国产太航大推力的涡扇发动机 加力推力有所提高 飞机的爆发力和加速性更加强劲了